是的 江啟成用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字眼 他說過半民眾對這個林權施政 已經沒有信心了 滿一度大幅的下滑 難道民進黨還要繼續包庇林權嗎 會要求內閣趕快改組 若不改組林權就自己下台 這是國民黨最大的訴求 所以裡面的最大焦點 就是林權的這個收視率 就製作大幅的下滑 那麼如果民進黨還對林權這麼客氣的話 就是包庇林權 這句話聽在綠營裡面 就說你們國民黨就是狗廢火車 胡說八道 可是站在非綠的角度來說 真的 這些人不是有搞了一個什麼TRF嗎 又搞了什麼趙鋒金嗎 又搞了熱身 現在一個個當官升官 一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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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看在小英的心裡頭 難道他不會急嗎 小英當然急啊 所以你看到小英的動作越來越大 所以他也在壓 他會間接來講 也會壓縮到林權決策的空間 那我們那麼講 在前面這一百天裡面 大概是小英在二線 林權在第一線 那所有的運作 剛才講到一條邊這些 各縣市也要納進來 你就看出來說 整個 整個那個蔡英文政府來講 他的黨政 他的黨政結構來講 已經開始在做一些轉換 但是這並不導致林權必然就下臺 或者是馬上會有這些內閣改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間 我們在觀察 大概還要在三個月以後 大概到年底的時候 相對才會比較明朗 那這個跟蔡英文的個性有關 因為蔡英文的個性是一個外柔內剛性的人 他大概 比如說他很跟 不這麼講 他也喜歡做筆記 可是跟馬英九那個筆記不大一樣 那蔡英文也會記錄很多事情 那現在大家在觀察就是說 蔡英文做筆記之後 他會怎麼去做解決 因為這些筆記 有一些他記下來的東西 不見得馬上就能夠實踐 那林權這邊會怎麼去配合 所以你在看兩邊的時候 蔡英文大概對蔡英文總統來講 我們看 未來可以 你可以想像到就是說 他走到第一線的次數會越來越多 那整個 整個政府的運作來講 勢必會比一條煙來講 會更極權 因為狀況實在太多 就說這個狀況已經多到 遠遠超乎蔡英文要接任總統之前 他們的想像 那整個來講 今年的年底 就是到明年會是一個新的觀察點 那那個時候會 整個政府的結構 應該會有一個重新的調整 我等會我要問一下這個宜經委員 如果這樣繼續不改變 2018怎麼選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桃園的民調顯示 事實上小英的民調已經拖累了 就是這個桃園市長的這個民調 鄭文燦 鄭文燦的民調 那這個事情到時候不要說一屆 影響很大 可是我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 拉幫結社 這件事情聽起來是黑道所為 對不對 就是黑道拉幫結社的火拼嘛 你是什麼幫 你是什麼幫 然後為了這個巷子的權益 大家互相的這個拼搏 結果沒想到沒有幫派了 就有個幫 叫林權幫 東豪我看到這個數據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 其實我這麼說 這個資料其實是銀行業給我的 所以銀行業本身已經看不下去了 而且這銀行的高層 一堆銀行高層給我的這個資料 來幫我解釋一下 這些是什麼幫 其實喔 我必須講喔 昨天本來會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昨天有三個那個工股銀行的董事 新任董事長要交接嘛 對 那如果昨天去的是次長蘇建榮 如果去的是部長許一哲的話 那就非常好玩了 因為許一哲包括新的新的華南京的董作 還有吳當傑 徐一哲 吳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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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土營的新任董作 林中元 林中元 對 他們三個人 我跟你講 包括然後還有第一金的董作 蔡慶年 蔡慶年 我跟你講 這一群人 我跟你講 第一個 這四個人都是以前林權在當財政部長的時候的部署 然後其中三個人都是他的祖祕 天啊 三個 等一下 三個都有祖祕 祖祕就是提包包那個 也不是啦 祖祕沒有那麼小啦 祖祕沒有提包包 祖祕是很大的 不提包 祖祕很大是不是 這是木僚長 木僚長 吳當傑 林中元 許一哲 三個人都是他以前的祖祕 這三個都是祖祕 對 就親密戰友 我跟你講 林中元 還是第一任的女性祖祕 這是第一任女性祖祕 所以 接著是許一哲 接著是吳當傑 對 全部他們三個都是祖祕 然後你看蔡慶年 又是以前的國庫署長 所以他們以前全部都是 他也是國庫署長 對 這個也是國庫署長 就是有國庫東西不收的 叫國庫不收署長嗎 所以他們全部都跟林權 以前就是長官官 跟部署的關係 所以關係是非常非常深 那林中元是從林權 在臺北財政局的時候 就非常賞視他 這個從臺北市拉過來 是阿扁時代的喔 是 從阿扁時代一路到現在 天啊 所以你看他們混得多好 不管藍綠誰執政 他們都混得一把 所以從臺北市裡面 小官員一路升到 現在是土地銀行的董事長 然後我跟你講 蔡幸年這次 第一金的董作對不對 林權已經保證說 因為林權已經再三強調 公股人士我會讓他坐滿 所以意思就是說 至少可以坐到明年六月 所以隔空取款沒關係 在家裡七百萬被領走 也沒關係 所以蔡幸年還是一樣 穩如泰山啊 天啊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吳當傑 黃南京的新任董作 你知道嗎 五月二十號政黨輪替 五月二十六號 就是林權第一次發佈 他們的新任董作的時候 當時是他本來 吳當傑是土營的那個代理的 然後呢就直接斟除 你知道他是唯一一個斟除的 然後斟除完之後就沒有動靜了 就停了 所有這些官股的董作 全部都停了 後來那個 那個蔡偉常不是出那個 趙豐金董作不是四月一號辭職嗎 也沒有補啊 就三四個月都沒補啊 對不對 那一直到九月才重新又發表 華南京 吳當傑來當董事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二零一三年九月的時候 當時吳當傑才離開那個職位 所以有旋轉門條款 你必須要等他三年 三年之後他才能夠轉換你 民用把你那個高官 讓我能夠旋轉門一下好不好 完全虛位 而且在這中間 在這三個月的期間之間 完全不讓任何其他人有任何機會 我就是等著他來 你看對他多好 所以你看這個人應該是一個 超級無敵的一個財經金融人士 對不對 真的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吳當傑有這麼強的能力嗎 你確定是這樣嗎 是 所以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們會不會林全 你會不會過分信任自己的部署 但他不是只信任自己的部署而已 我跟你講像財政 現在財政部長徐則 這是他的財政部長 這是他的部署班 我跟你講然後他的政大財稅幫 還有政大財稅幫 我跟你講財政部長徐則同時 具有兩個身份 一個以前他部署 一個以前他政大財稅同學 怪不得他現在都可以神隱 所以他現在部長 然後發生什麼事都跟他沒關係 神隱天龍 這個是最強的 真強的 因為他有兩個加持 既是這個財稅同學幫 又是這個部署幫 這個厲害 雙重保險 肯定沒事 然後金管會主委 這個厲害 不好意思也是他政大財稅同學 太好了 那現在出了這麼多問題 你看還是跟他沒關係 而且臉上帶著微笑 你看人家永遠笑笑就可以做官 那這個主記長呢 主記長更厲害 因為他是林權的學長 所以他名字是他學長 天啊 所以他來幹主記長剛剛好而已 這怎麼樣要開政大同學幫嗎 這個不能這樣講啦 傑銘 這個真的不能這樣講 你不能夠 我覺得這個整個 整個就錯亂了 你國民黨 竟然指控民進黨包屁 那更好笑 這個犯錯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出來講說你民進黨包屁 這個趙鋒不是國民黨時代嗎 熱聲不是國民黨時代 通通是你國民黨時代犯的錯 現在民進黨執政了 你出來講說 民進黨你再繼續包屁吧 好像他沒事一樣耶 這個我第一個 我沒有辦法 第二 好 就算你真的有什麼 什麼政大幫 紅酒幫什麼幫的 如果這些人真的是 是事才是所是 可以做事的 你又要人家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你又說不能用自己人 用了自己人 你又說是仇佣 那你要我們怎麼做 現在我們要問的是 就事論事 如果這些人 真的在處理趙鋒 處理熱聲 處理這些案子的時候 他沒有能力 那麼我們一樣 所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我們會強烈的質疑 強烈的要求這些人 我們甚至會點名 要他下台 我們可以 但是你不能說 又要 又要他完全負責 又要他不能夠用自己人 不過我也要提醒新政府 真的 就像剛才這個傑銘講的這樣 你在任用文官也很OK 因為究竟文官是經過國家考試的 是真的有專業能力 可是你要也要會帶人 也要會帶心 你要用文官的時候 你第一要確認這個文官是認同你民進黨的 所有的政策的 第二 你真的要用這個文官 你要確保他真的會執行你的政策 而且不會再有前朝那些後患留下來 第三 你還是要知道文官官僚文化 你比如說我具體舉個例子 一個十一指等的 你給他直接拉到十三指等 我告訴你 這個人就算再有能力 你得罪了一大票十二指等的人 十二指等全部得罪了 就算這十二指等的人裡面 大部分是懶的 你應該要從小部分裡面去抓出 你可以用的人來 否則所有的人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體系是不照顧文官的 是不尊重文官體制的 這是我們真的很需要 就宜經委員說的話 我們當然一定要照聽 不過我們下次會好好揭露他們的背景 然後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這個能耐幹這檔事 沒關係 我們一一來 不過說真的 好 就算剛才宜經委員說得好 這個是文官體制 不要說部署 就是這樣拉籤 然後這個是同學 因為政大都要進這個 進這個公務體系 所以怎麼算都是學長學弟 好 那沒關係 可是贊成ECFA的陳天之呢 還有標準藍的朱靚一呢 還有這個楊子江 我們連聽都沒有聽過的人 他就是怎麼回事 紅酒幫欸 我跟你講第一個 朱靚一我們知道最近最大的豐公偉業 就是去WTO第一個 先問包子可不可以帶 就是這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再來 這個楊子江呢 這個楊子江就厲害 你知道嗎 這個楊子江是他的一個民間的友人 你知道他是會 他是會紅公司的總統長 再來兩個政府部門是沒關係 可是他扮演了林權的一個測試的角色 中間很多運作 然後比如說我以今年七月 券商公會理事長的選舉 為例子好了 是 本來再來講 關股蛋要挺關股 對啊 這正常的情況下 都是這樣嘛 所以關股再來講 應該要挺撿紅紋啊 對 引趙豐 趙豐正的撿紅紋嘛 找他去做趙豐正 就是要去接券商公會的理事長 當然啦 這樣不要把這些權力 拿在自己的手裡頭 當然啦 為什麼要送出去呢 可是很奇怪 據說這個楊子江就出面了 他在那邊收那個關股委託書 他在幹嘛呢 好像要轉去支持元大的賀明衡 什麼鬼啊 這個就很奇怪 大家當時所有人全部嚇到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林權的意思嗎 還是楊子江自己個人的意思呢 還是又是鬼遮掩嗎 後來撿紅紋變成直接去跟林權 撂底牌說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表明態度 你是要支持我 不然的話這怎麼弄下去啊 這是天都翻啊 簡直莫名其妙的狀況 後來這件事情才平息了 那楊子江到底當時扮演什麼角色 據說到現在所有的關股的董事長 看到他是要拿正 你知道立正正好 他是何許人物啊 因為據說他對林權的影響力 甚至比林權自己的影響力都還要大 據說他只要給林權一個建議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直接影響林權 要去做什麼樣的角色 我跟你講這個我不知道 這是業界在傳聞 這可設公平 在券上我這樣說真的 林委員我跟你說 小弟不才 銀行證券投信都有手 真的我聽得 我真的把我聽的內容做一集 那你會嚇到 但是我們不要這麼做 我們有事就說是 所以林權你看到這個結果的時候 好我們將來我要找一天 好好的披露他們的背景 但是你看聽完之後 你有什麼想法 我當然覺得就是說 如果就文官體系來說 文官他不是說 我這個時間點我就跑出頭 他事實上可能在這個地方 已經耕耘長期的服務很久 那可是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是不是被 剛剛譬如說像怡經委員所提的 他破格被拔捉 那這個就是我們其實會質疑這一點 我覺得林權當然有他的任用人 怎麼那麼巧三個都他主任 所以回到這一個 就是說林權當然有他的權利去用人 可是過去很多人在批評馬英九的時候 批評他什麼 小圈圈用人 鏡子裡找人 我不敢講說這裡面 是不是小圈圈或鏡子裡 可是我們檢視一個點是什麼 今天為什麼這些人 有些人會被提出來 是因為你的單位 或你的這個所謂服務的這個機關 他發現我們發現他下面 真的出了很多事 對 那你的處理是怎麼個處理法 如果今天說丁克華真的有能力 即便林權他講說我前面找七個都被打槍 終於第八個願意來 我還跟他講說好日子要結束了 結果今天金管會我們看到在他下面 應該監理的那些單位出了這麼多的狀況 那你告訴我你處理的 你處理的方式 處理方式升官 那個金檢局局長 直接升銀行局局長 對嘛 銀行局局長直接去當這個台銀的董事長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剛剛所講的嘛 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他今天真的有能力 你用他我沒有意見 但是能力是什麼時候展現出來 就是你真的出了事了或怎麼樣 我們看你的處理的能力跟魄力嘛 那幾個案子到今天為止 你說金管會 或者你說那些相關升官的那些 到今天我們還是不能理解啊 為什麼你不是去處理 而是這些人先升官 你升官的理由還講說 我要借重他當時的經驗跟能力 你放心民進黨立委真的是 如果真的沒有處理的 我們說實在在所有的黨政協調會議 我們都是直接指名道行局 我說實話啦 蔡英文今天出來講說 府院黨如果今天要走一條邊的這個政策 蔡英文是把自己推上最前線 那代表什麼 我連中間的緩衝我都不要 那為什麼今天蔡英文要走到這一步 你真的告訴我說 行政部門沒有出問題嗎 這個我必須要講 因為蔡總統他畢竟是選票選出來的 最後他要承擔執政結果 2018很快就到了喔 每每2018很快就到了 我要講的是說 從以前阿扁時代 其實也是有這樣黨政匯報 到馬英九時代有五人小組 到蔡英文時代 他也是要走到前頭去 這個一定是必然的邏輯的結果 但是我要問的是說 老實說不管是總統或隔魁 最重要他核心是什麼 他的核心能力叫做要示人之名 要用對人 這最核心能力 用人有兩種 你看他偏要喜歡用文官系統出來 我不是說文官系統不能用 你文官系統出來用的人 好處是說閑淑政務有專業馬上能上手 但是我請問一下 這家有專業嗎 丁克華你專業你告訴我 你好意思嗎 樂生案 你之前是貴買中心董事長 還好意思說我們樂生處理得很好 好美美說到好 來樂生案我們就來談樂生案 因為這事情今天又新的消息出來了 不得了耶 這時候難道還不趕快收押嗎 因為這是之前的案例就知道 他完全符合所有金融詐欺的特質 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轉換債 用可轉換套利 觀眾朋友 真的如果瞭解這種政治詐欺 這種金融詐欺 你一定要瞭解可轉換債的特質 他真的很神奇 中國也是到近年才開放 以前都不敢開放 第二件事情就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不正常也是問題 更不用說你跟一個五千萬資本額的 要搞個五十億的併購 你覺得這事情沒有鬼嗎 現在又多一條了 這條大條了 這條就是應收賬款高達四點零二億元 而這只是一個十五億的資本額的公司 我們來看一下許金融如何互樂生 樂生案越滾越大 董事長許金融已違反證交法改列被告 但這場金融風暴一發不可收拾 背後讀董也是前經濟部長殷啟明 似乎也脫不了關係 將時間軸彈開來看二零零零九年八月一號 當時的經濟部長殷啟明指派許金融 當資策會官派董事 隨後許金融也聘請殷啟明擔任 資策會董事期間光不過約五年時間 就拿到經濟部五千八百萬的補助 而對比遊戲舉止只拿了三百萬元 很難不多做聯想 許金融在擔任資策會董事期間 那他沒有遵守利益迴避 工業局所委託資策會辦理相關的補助計畫 總共有五千八百多萬 這五千八百萬的這個委託計畫 是經由資策會來做審查 內委指控許金融涉及違反利益迴避 但相對殷啟明是否真的開了後門給樂申走 金管會也將會全面進行調查 你笑得出來嗎 原來樂申在過去從公約局裡面 拿走了五千八百億元 五千八百萬元 哇 正好就跟這個步步高升 不是 白子乾頭 白子乾頭 同樣的資本而已 所以明佑 這位是丁克華沒錯 他們有人問他說這個白子乾頭 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笑得好開心 他還說一句話說 這個可能有涉及到內線啦 或是炒作啦 已經送出去了 都已經做很多分析了 就他才講完喔 就爆出了有四點零二的應收帳款 收不回來了 而且這個最離譜的是在他的子公司 跟各部門你四點二 四點零二億元 你自己的子公司管理得出問題了 你何況做那麼大金融投資 所以樂申這家公司本身的本身 就有問題了 我告訴各位 我們在看白子乾頭的時候 只是覺得這個交易案破局 對 可是你要想 他連十五日的交易日 從一百零五點快速的往下滑 到三十七點四五元的時候 大家就要很警覺說 這家公司的週轉上面 是不是似乎都有那個問題 他是不是在玩槓桿的原理 對 所以所以我們注意到他有六根 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們在討論 他已經六根的這個跳空跌挺 已經六根 忽然間他又高漲 漲到多少 各位知道嗎 他的短短三天從零暴增至三千零一十二張 卷資比達百分之三十九點一一九 我告訴你 卷資比越高 他引發大漲 可是他未來可能軋空的機率就越大 所以樂申這一家公司本身就出現非常大問題 可是又爆出說我應收上款有十二點五億元要收回來的 可是我為什麼其中有四點零二億元是收不回來呢 所以這家公司一直在玩槓桿 我投資的子公司 我們之前談過他投資非常多的 多的什麼一支箱啊 什麼什麼咖啡店等等 表示說這個負責人在管理上 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 對 竟然沒有收押耶 對 到現在還在外面 還可以外面跑跑耶 對 可是我們的軍管會主委丁克華 你在幹嘛 他笑著說這事情他已經處理好了 而且笑得很開心 我再看他的表情 談到樂申這個案子 基本上損失的群眾高達三萬人